世贸部长级会议进入最后的倒数阶段 保安局长李兆光和警务处长李明葵 早上巡视会场 满意会场内外的保安安排 至于会场外的马路已经架上围板和水马 预防会议期间会场外出现混乱 附近银行也做好准备 陈淑莉现在就在会子外面 陈淑莉,会场筹备进行成为何呢? 对,张维致,刚才我们进过会场看过 其实各主要部门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如火如吐 例如举行世贸会议开幕礼的大礼堂 主要的布置工作已经完成 保安局局长李兆光 早上在警务处处长李明葵的陪同之下 也来到会展中心试册会议中心的保安情况 他非常满意各部门的准备工作 这个可以容纳千多名嘉宾的大礼堂 是世贸会议举行开幕礼的地点 场地已经准备就职 工作人员也忙于进行后勤工作 政府各部门的职员也都到场了解工作进度 而其他的设施 例如被各国代表举行会议的礼堂 又或者是新闻中心 也都一一准备就职 保安局局长李兆光早早在警务处处长李明葵的陪同之下 巡视会展中心会场的保安安排 李兆光在巡视之后表示 警队有足够能力应付会场内外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 由满意各部门的准备工作 主要来都要跟同事打打气他们做得很辛苦 好 但他满意的部署 好满意 而会展中心轮近的一间酒店的入口 也都加设水马 至于将会划为禁区的天马南 和港湾道一带也都已经设置水马 而在湾仔码头对开的马路 工厂员也都忙于加设围板 将行人路和马路分隔 避免发生突发事故 至于接坐雨会人士的豪华访者 也都已经准备就绪 停泊在天马南 以世贸会议举行期间 湾仔金钟一带有40多间银行 已经准备好应变工作 有部分的分行不排除会关闭 金管局已经成立了协调中心 在会议期间会和银行作密切联系 长程又股数栏报道 世贸会议期间 先展银行将湾仔和尖沙咀 这两间分行都为起木板 加强保安 银行外面的自动桂圆机也要暂停 原本没有保安主任的廖畅银行 也提早增併 在七八月期间 我们筹备一些小组 准备世贸会议举行一些安全措施 所以有些类似安全主任的职位 我们就专专请了一两位 监管局就表示 银行除了要留意分行安全之外 也都要防止黑客入侵电脑系统 各方也已经和业界成立协调中心 协调中心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和银行 刚才我说了 就是和银行保持紧密的沟通 亦都双向的这个沟通 第一就是银行 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们都要求银行 将那个事故 报告给我们协调中心 和一些个别的银行 做过两次的演习 在那个沟通的模式方面 我们整体运作是暢顺的 金管局已经准备好 侧如冲的后备中心 银行同业结算公司 也都会开启九龙湾的后备中心 因此恒生银行 要将接收支票的时间 提前到四点半 中印就由明天开始 暂时关闭港湾道分行 东亚税务大楼的分行 也都会在会议期间关闭 炸打就将英军中心 收顿球场附近等五间分行 列为高风险增加保安员 下周电视机就是一股数难保